新能源汽车这个词可能很快就要消失了 代之而起的则是叫新型燃料汽车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11月9号国家颁布的中国能源法上头规定的 来我们看一看这个中国汽车报啊 对这个新法律的解释 能源法有五点值得关注 来自中国汽车报 在这部法律当中 新能源一词没有建置于能源法的这个法律文本当中 同时也没有所谓的什么传统能源或者是旧能源啊 以致对立对立的一些词 那么电力呢的确是一种能源 但是呢并未被赋予新能源的这样一个法律地位 只有用可再生能源发来的电 才能得到能源法的新型燃料的支持 那么什么是可再生能源呢 他上头列举了 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之能地热能海洋能 以及这个核能用这些方法发出来的电 才叫新型燃料 而用传统的什么煤炭啦燃油啊 发出来的电呢都不叫新型燃料 在使用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区别呢 中国汽车报分析说呢 未来呢有可能在充电的时候呢 会有通过电力来源的方式呢 通过价格来体现 这个法律当中用大幅的篇幅 论述了轻能将作为未来新能源的主干的这样的一个提法 如果未来你开的是电车或者是油电混动汽车的话 嘿嘿你可不一定是叫新型燃料汽车哦 而你开一个新能源汽车的话那就有可能啊 甚至是传统的燃油汽车 它以后的计算方法也不仅仅是按照排量来计算了 按照这个中国汽车报的分析呢 可能会和欧盟并轨啊 从整个产业链的方式来体现这个车的总的碳排放 比如说这辆汽车它的生产过程当中 电池啊你是不是绿色的 工厂是不是绿色的 发动机的生产制造过程是不是绿色的 全部以权重的方式 加载到这辆汽车的所谓的碳排放指标当中 我建议大家上网搜一搜这部法律 好好看一看 欢迎大家在讨论区呢 谈谈哪个看法 哪吒被申请财产保全 线下门店没有销售接待 无锡直营店也已经关闭 线下门店啊空无一人 进店20分钟了 居然没有一位销售人员 无锡直营店关店了 售后也关了 现在没有任何的人来对接 没长 有人说现在是哪吒上市的静默期 静默期也不用降薪裁员 张勇都听更40天了 评论区也关闭了 他们内部一定出了问题 你看周总现在敢为哪吒说一句话吗 因为万一哪吒走了维马的老路 那周总会受到当年推荐维马的车评人一样的待遇 所以他要保全自己 我要笑死了 某些车骑可真不要脸 白嫖都嫖到头部汽车媒体大V身上了 连都不要了 这两天不少汽车圈头部大V 在社交平台痛斥先买车后合作的模式 发起张截图你们自己看一下 之前我也介绍过 为何发布会一结束 无数大V晒订单照片 就是为了找厂家混口饭吃 但为什么以前这招可以搞 现在不行了呢 很简单 某些车骑太没节操了 据我认识的一位大V透露 某车骑新车发布会的时候 主动来找他 哥 买一辆我家的新车呗 后续我们有合作 保证你不亏 这位大V就掏出真金白银下单了 结果等了一年 大改款都上市了 所谓的合作连鸡毛都没有 一开始催 这位厂家公关小哥还回复说 别急 正在联系 马上落实 后来发微信 打电话都不回了 找人一问 好家伙 离职跑路了 关键是 双方没有合同 只是口头约定 你还不能拿他怎么样 全网上千万粉丝的车圈大V 都敢这么戏耍 要是普通老百姓 钱一交 谁还管你死活 这种汽车品牌 你们自己说能不能买 顺带提一嘴 某些汽车品牌表面光鲜 实际上欠了一屁股债 有银行的 有供应箱的 甚至还有明经借贷的 这么玩下去 迟早有好戏看 等着吧 散会 支持国产不容易啊 朋友们 我最近买了一台 国产的极力远程超级万 纯电的香式大面包 来做工作车 开了这么十多天 有个2000公里了 你现在问我推不推荐 我是绝对不推荐的 真的问题挺多的 首先是一个 它定价特别不良性的地方 我买的是一个中轴高顶 83度电池的 19万 朋友们 不便宜了 19万 但是这个车啊 它有一个制价包 你要额外的花个 一万二还是多少 去买它 我当时就想了 这么一台那个 香式大面包 它即便是有制价 它能智能化到哪里 对吧 所以我就没有买 结果提车才发现 如果你不花一万二 去买那个制价包的话 那它连最基本的 定速巡航 它也不带了 朋友们 我花19万 买了一台新能源车 它没有定速巡航 这个极力啊 我真的就想问你们 真的那么恶心吗 定价 然后这个车的电机 是在前面 所以你开车的时候 就会听到很明显的 一个高频的电流声 一直都有 那个声音就往你脑子里面钻 真的听久了之后 人要疯掉的 反正我现在开车的时候 随时啊 耳塞都是带上的 或者把音乐放得很大 还有就是这个手机APP 打开之后 可以看到车辆的位置啊 车剩多少电啊 车辆的状态什么的 但是啊 每隔两三天 当我再次打开 它这个手机APP的时候 诶 我又没有登录了 自动的就给我退出登录了 我又得去点一下登录 每两三天 我就要登录一次 请问你们这个APP是怎么做的 它为什么要自动的给我 退出登录啊 然后我花了19万 买了一台车 这个车机的APP 我打开之后 我还得看广告 经常打开之后 都是一个几秒钟的广告 真恶心 然后到目前为止 还发生过一些情况 比如说我在开的时候 它的动轮回收 突然它就不起作用 在高速上 明明是一长段下坡 但是那个动轮回收啊 它不回收 车子就保持着 匀速的往前跑 并没有动轮回收 带来的慢慢的减速 旁边的指示条 也没有看到动轮正在回收 但这个情况遇到的 还是比较少 那以上就是对于 极力远程长级外这台车 我作为一个真实车主 这么天开下来的 一个真实的感受 真的你们正在看这台车 然后你问我 作为车主推不推荐 我目前是不推荐的 你什么时候 把定速巡航给标配了 并且让我们前面买到车的 就升级一下 把定速巡航给到我们 什么时候你能解决一下 这个驾驶舱 那个高频电机的声音太大 做一下隔音处理 升级一下 先把这两个大的问题解决好 我再考虑推荐给大家 如何判断一个汽车品牌 好不好 很简单 你就看他的创始人 开的是什么车 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 开的是次家旗下的model1 价值30万人民币 风链总裁风链张南 开的是次家旗下的风链设计 价值380万人民币 大总前总裁皮耶西 开的同样是次家品牌 之下的产品 布加迪价值1800万美金 法拉利的总裁同样开的是法拉利 帕加尼总裁开的也同样是帕加尼 而我们的很多国产品牌创始人 表面对外宣称要颠覆高端豪华市场 完了转身就提法拉利 具体是哪家品牌我就不提了 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国内汽车圈 已经与坚步先 而可笑的是 仍然有很多忠诚粉丝 愿意为这些国产创始人打情怀买单 你买他家车 他买法拉利 他家拆好 他不开完了他让你来买 有时候你真的不得不佩服这些国产品牌创始人的营销思维 通过抖音搜索 你能看到 国产品牌创始人开的都是什么车 这个格局上雷军和小米差摇摇摇领先真的太远了 今天呢我去摇摇领先看到某街的车 这个看车简直让我的三观争烈 摇摇领先的销售啊一直想要跟我聊他们的支架 但我明确表明了态度 我说我对支架这个东西不敢冒 我主要看车的空间工艺材质 这个销售他非要跟我聊这个支架 必不得我就说 这支架都不靠谱 也不说你们摇摇领先不靠谱 都不太靠谱 前不久不是这武汉的四驾车出世 还有个哪哪哪里的四驾车 也是四驾的时候撞的什么公交车吗 销售这么回答我来说 哎呀这都是因为客户的操作不当 其实我也能理解销售话数嘛 后面乍念的来了啊 然后销售就问我 你有没有朋友开我们摇摇领先的 我说没有 然后销售说 我跟你说啊 我们摇摇领先的客户 高速上打开我们自家都是可以直接睡觉的 我当时就懵了 怎么可能呢 自家是要把要求把手扶在这个摇摇盘上的 它没关系 你可以在淘宝上买一个假手 我说行 就算能有假手 还有皮脑监测了是 没事 我们的皮脑监测可以关掉 哇的个妈呀 我让整个人就懵逼了 你的这个认知就被吸引了 雷军现在在各个场合都在说 自家只能是辅助 不能当做自动驾驶 不得不讲啊 有两个看不起 一个看不起是有一些厂商说 自己的智能驾驶也要领先 却始终不敢说 自己的智能驾驶是L3水平 为什么 因为一旦承认自己是L3级别的 那么如果出了事故之后 需要承担责任的 就不只是车主自己了 一方面天天说吊打 说世界领先 另一方面又说害怕承担出事故后的责任 把我们消费者当做什么了 是不是要把我们老百姓的智商 按在地上摩擦 另一方面就是很多新的原车 你会发现有的厂商 卖了一百万辆新的原车 但是他们的厂却采购了 九十九万台发动机 另一方面 他们的车有时候还冒黑烟 还是装了排气管的老旧传统油车 现在汽车世界太复杂 小酸奶看不懂 但是纷繁复杂的世界背后 我能明白一点 我真的很喜欢法拉利 不仅我喜欢 那很多老板企业家也都喜欢 尤其是很多坐电车的老板 也很喜欢法拉利 但就是这些电车老板们 一边买着油车 一边嘲笑着油车 我也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过这种抽象的人生 这两天网上看到理想汽车的创始人 理想在给价值三百万的混动法拉利296上牌 不管是炒作还是事实 都无可厚非 小米的雷军不也是开法拉利吗 据我所知 很多国产车企的老板 都乘坐奔驰麦巴赫 这就像农民不吃自己种的菜 厨师不吃自己烧的鱼 渔民不吃自己养的虾 道理是一样的 我想说的是 现阶段各行各业都存在一种现象 劣币驱逐良币 贫兮兮就是最好的例子 那些注重品质 在乎质量的车企 现在反而是活不下去了 你手里有枪 我手里有枪 咱们讲法律 你手里有刀 我手里有刀 咱们讲规矩 你刺手空拳 我也刺手空拳 咱们讲道理 但是 但是 现在的问题是 你手里有枪 而我手里只有刀 那么真理永远在你的手上 如果你有枪 我空手 那么你手里拿着的 就是我的命 所谓的法律 规矩 道义 只有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之上 才能够说得通 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 当金钱站起来说话的时候 真理就会沉默 当权力站起来说话的时候 金钱就会退让三步 其实 智力规则的人 是最不受规矩的人 规矩只是约束弱者的 他只是强者的工具而已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好的东西 都是他妈靠竞争抢来的 高手都是在拼命的抢资源 只有弱者才想着公平 最可悲的现实就是 上层做着最龌龊的事 下层说着最高商的话 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才是当下最大的悲哀 给予套用价格的商信息 感谢您的关注 好 大家看一下 这都是负债的老赖 这也是我服务的一群老赖 然后这个老赖 这个老赖负债七千多万 七千万 自己介绍一下 自己介绍一下 我亏掉了七千万 还进去过小黑屋两年 现在是负债七千万 重新在创业 加油 加油 这个负债多少 来介绍一下 我是广州零天空 我其他同志 这叫三个亿 然后负债八千万 但是准备三年上岸 三年能上岸吗 必须的 确定啊 确定的 加油 你负债多少 介绍一下 我负债一千两百多 我是中方合作总是 我是跟某大合作 很大都很大 只要某大 对 要不听不懂 很大是吧 准备准备做什么 我现在是在做自媒体 夹来一看 准备多久 三年内要还清 三年内还清 你不要三年了 一年再还清了 脱后腿 好 一年还清啊 一年还清 好的 你负债多少 负债一千三百万 关掉了一千两百多家门店 你做什么的 阿姨奶茶 放水了 上海阿姨奶茶 就是那个死贵 死贵又不好喝那个奶茶 卖不上你的脑瓶 就是 脑瓶开始 现在做什么 现在做大健康 一年上岸 好 OK 来 这群都是我服务的老赖 这群老赖 加油 我这人说话比较值 他妈现在有些人 整天在网络上面 叫桥子 要把合资车 赶出中国市场 我们的国产品牌汽车 已经忧郁他们了 要领先了 吊打碾呀 他们了 合资车 就是上个世纪的产物 就是诺基亚 就是秤驼 这是网络审卖 经常有这些评论 对不对 但是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如果合资车 退出中国市场了 车 你都开不起 知道了吧 你都开不起 去年还是前年啊 十几家车企 联合起来 抵制一家车企 不让它降价 就是说 它便宜了 十几家车企 联合抵制 你不能便宜 搞不搞笑呀 打不打脸呀 一个连食品 都照不好的地方 车子就能造好了 就能用心的造好了 如果让他们一家独大 还得了啊 没有合资车 在这里震着压着 他们都能上天 价格都能飞上天 明白了吗 合资车和国产车 都不能缺少 有国产车压着合资车 合资车呢 也会用心造车 也确实便宜 有合资车压着国产车呢 国产车也在用心造车 也不会太高的价格 明白了吗 两者都不能缺一 二缺一都不行 明白了 合资车就算是退出中国市场了 他们在全世界各地 任何的地方 除了中国 他们都能生活得很好 都能存活下去 而我们呢 就按是闭关锁国一样 接受不到外面好的东西 你觉得 我们能进步吗 我们以前常讲在燃油车时代 BBA车型买得起养不起 现在是国产高端新能源 买得起也换不起 公亲家庭的朋友 不要去买新能源 我一直劝他的买油车 我一直说新能源是富二代玩的 是人家有钱家庭玩的 其实我觉得有点偏激 但大家听我讲有没有道理啊 如果你只有20万的预算 去买一辆车 我希望你买20万的油车 你不要去买20万的电车 因为真正消费20万电车的人 他应该是有30万到40万的 消费能力的群体 我为什么这么讲 是因为新能源产品 现在它跟以前的燃油车产品 完全不一样 燃油车以前啊 你看厂家是7年一换代 老百姓是8年到10年一换车 我说过一个观点说 汽车是消费品赔钱货 换的越勤你赔的越多 换车周期拉的越长 你赔钱赔的越少 所以我讲新能源汽车 现在厂家鼓励的是 你一年两年换自车 很多时候老百姓消费者 你内心经受不住诱惑 你看着新款东西出来 你看着老款新能源车 一看车子开两年 破铜烂铁 老骨头棒子车型的 你难受 所以我说了 买20万的车 你有20万的能力 去买油车去买油车 不要去买20万的电车 因为你消费不起 两年三年之后 你换不起 你除非是有30万 40万的油车消费能力 你再去看20万的电车 我试试看 给新能源打广告 兄弟 我是在告诉你 新能源汽车 广告牛吹的太高了 新能源汽车 不太适合那些 普通的工薪家庭老百姓 我们不要说 自己没有消费能力 借着钱带着款 去买20万的新能源汽车 我跟你讲 两三年之后 你会非常难受 电池技术有突破 你的新能源汽车 已经不新了 老能源了 两年之后意味着 你还款还欠了一屁股钱 结果发现 把这个电车卖掉 两年之后 这车子不值钱了 赔了十几万 而且我再次提醒大家 国家对于新能源汽车的 这些鼓励 这些政策 这些特权 正在不断的收紧 其实现在 新能源汽车 它是有特权的 限牌城市 它是可以不用限牌的 国道的养路费 包括很多的税费 那些钱都加在汽油里面去了 包括以前我们说 购置税不断的退坡 我们以前常讲 在燃油车时代 BBA车型 买得起养不起 现在是国产高端新能源 买得起也换不起 同样是一种尴尬 还听我说 中国有家造车新势力 今年前三季度 每个季度的亏损 都超过了50亿 是50亿 每一天就亏损超过5400万 两天就亏掉一个小目标 就是拿着百元大钞来烧 恐怕一天24小时 也烧不完这么多 而更为恐怖的是 截止今年的9月30日 它的总债务已经高达 879亿 879亿 这对于绝大部分的企业而言 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它目前的总资产 仅仅只有1039亿 也就是说 它的一个负债率 已经接近90% 最为关键的是 它现在手中的现金 已经不多了 根据财报显示 它目前的总现金 是421.72亿 甚至还还不了 它一半的债务 那么你又是否知道 它今年前三季度 在市场销售与 管理费用方面 花了多少钱吗 108.63亿 仅仅是刚刚过去的 第三季度 它就花了超过40亿的 市场销售与管理费用 这样一个 庞大的一个营销费用 换来了多少的交付成绩呢 不到6万2000辆 平均到每一辆车 达到了6.6万元以上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是怎样的一家车企 怎样的一个创业企业 才能够完成 每个季度亏损 超过50亿 这样的赚举 在去年 它的亏损 已经超过了200亿 不出意外的话 今年的亏损 同样会超过200亿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 这样的一家企业 是否还有未来 某一线品牌的新势力啊 这两年处理界的问题 七十多台车 撞墙撞柱 究竟原因 是它系统的bug问题 就与我以前说的 基本上可以吻合了 因为这些车型 都没有经过 长时间测试 直接就卖给消费者 这些bug 好歹就是撞墙撞柱子 如果撞到人了 如果开到河里面去了 是不是 那就是人员伤亡的事 虽然厂家做出了回复 给你升级系统bug 然后所有造成的损失 厂家维修 开始没问题 但是反映了一个 很大的问题 这些过分智能的车型 没有经过市场测试 老铁们如果在买的时候 千万不能把你的生命 交给它 它系统能出现一次bug 就能出现两次 出现三次 因为它本身 它没有造势的经验 全部就是这两年 国家政策扶持 然后整合了一下 然后不断的出现问题 确实已在不断的更新 但是直接更新 有哪些人给它做测试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买一个车 你又给它做测试 它收集你的数据 它改进 所以第一波买这 西式的造车的 首先我很致敬你们 你们真的很牛逼 你们真的是拿生命 在给咱们做测试 你愿意做人家的白鼠吗 所以我跟大家说 我不是说所有的心理员 都不好 像这些 你别跟它出于某某智能技术 某某合作 那玩意都得合在一起 圈钱的 知道啊 你买车 最起码买它本身的 原来就是生产汽车 最起码有个几十年的 生产经验 那玩意就三两天 就出现七八款车 然后你还敢花几十万买 我一要给你点个赞 珍惜生命 守护好你自己的钱包 别被他们给忽悠了 中国为什么没有独角兽 这种体制下 叫债权体系 不是真正的维持投资 怎么可能有这个创新者 独角兽 他压力就很大 可能普通创业者没听懂啊 就现在你创业贷款 或者你拿投资 是要签无限年代 什么叫无限年代 就是我这个钱亏掉了 我都把房子卖掉 老婆孩子放都没得吃 是这么一个体系 整个中国银行体系 习近期全是一个债权思维 不是真正支持创新创业的 你这个怎么能出现 伟大的创业者 伟大的创业企业 绝无可能 我是看到那个龚家红啊 回报最高的天使投资人 他回母校的演讲 很多人不知道龚家红是谁 我认为他是中国 回报最高的天使投资人 他投海康威斯这些企业 投了两百万 赚了六百亿 套现赢三百亿了 他在回母校的演讲 他就说 中国如果这些科技企业的投资 有一个投委会安报告写出来的 那永远不可能投出来伟大的企业 我自己在硅谷曾经住过八个月啊 刚刚对硅谷的理解 我觉得就是硅谷那个地方 有很多大的企业 苹果在那里 特斯拉也在硅谷 到最后我理解是什么 在硅谷住下来的时候 我发现硅谷有非常多的人产 它是尊重小企业 你在车库里面创业 你做一个小产品 别人尊重你 第三点 他尊重人产 你知道不知道 在硅谷大厂打工的 连速度可以打到五六百万人民币 人才是尊重的 另外硅谷对失败是非常宽容的 就是你失败了以后 你在下一次创业当中 没有人瞧不清 他觉得是这种经验 那中国如果失败者的话 会打上一个标签 你做的不成功 而且你还可能变成老赖 中国整个VC投资体系 就是一个债务体系 现在很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上市公司贷款 上市公司的实控人跟配偶要签字 全球都没有这种法律 我自己就深受其害 创投借 很多人对这个法提出了自己 但中国我觉得这个声音都被淹没 看上去中国人口多 资金也多 人才也多 创业环境很好 实际上我们这个底层的制度 是扼杀创新的 是根本不支持创新的 如果做民营的航空航天 直接这个体制内就把你绞杀掉了 哪有伊隆马斯克的新建这种机会 毫无疑问民企 小企业的效率 肯定高过大的一个国企 或者航天体系 反正我们只是呐喊一下 我觉得也根本就改变不了 说中国都是一些抄袭的企业 赚点钱而已 真正对事业 对全球有推动的 没有 整个的科技还是微谷 美国在英里 这是跟他背后的宽容包容 鼓励自由创新的制度和金融体系有关系